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有的书法名家呢 却一变体就感觉到这风格差异很大 看不出是谁写的了 有这种情况 对 这个问题你谈得很好 确实在历史上很多书法名家有这两方面的表现 我们呢也粗略地做一点分析 就是在宋代 接着在宋代 这以前书法家们不管写什么书题 风格上基本是统一的 这个统一是指的某一个书法家 他无关是写楷书 兴书 草书 主要是这三种书题 他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呢 也有大同小异的时候 比如说王羲之 他写的这个快学石晴天 快学石晴天 或者说他写的乙母帖 乙母帖 这个我们感觉着就不尽一致 不太一致 但是他大同小异 因为书法家们在某一种场合写字的时候 用的纸 用的墨 用的笔不同 或者情绪上有所变化 有的时候年龄差异 比如他在二十多岁时候写的 和他七十多岁写的时候 可能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但是整体你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人写的 他的风格基本是统一的 拿王羲之来说 楷书 行书 草书 你一看 虽然是三种书题 确实是一致的 我们说的基本一致啊 当然有些帖不一样 他可能有大同小异之处 但基本上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人的风格 再往后说 比如说那个宋 这个隋代的志勇 也是这样 他写的这个签字文 写了很多种体识 但加在一起 一看是一个人写的 体识是相同的 比如说到了欧阳巡 于世南 楚崔良 严真卿 刘公全 也是这样 他们写的楷书 兴书草书 一看是一个人写的 他的风格上基本统一 到宋代 苏黄米菜 都是一个意思 我们不是说 每天每天 一点没有差异 不是这样 就是大体是一致 到了元朝就不然了 赵孟甫的风格 就某些方面不够统一了 这就是说 跟前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看赵孟甫啊 他写的楷书 主要是写离北海 离北海 离北海 姓李明雍 自泰和 离北海 我们有实验兽 在专门介绍一下 这个人啊 书法大家 那么 他的凯书方面 大字凯书 侧重于向离北海 包括到新书 新凯这个阶段 赵孟甫写的字 也很像李太和 向离北海 但是我感觉着 赵孟甫 可能是 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在整体书法的 这个高度上 应该赵孟甫 与离北海相比 由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 离北海 也有很多优点 赵孟甫写也没有完全继承过去 但是总体说 赵孟甫 至少不低于离北海 但是他的风格 在楷书的风格上 很倾向于离北海 到了小楷就不然 到了小楷 赵孟甫的小楷 主要是写凌飞经 凌飞经 凌飞经就是 大家所知道的 就中少经所写 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 但基本如此 就凌飞经 说他写凌飞经的时候 特别是 董奇昌 对他评价 当然有贬义的地方 但是认可 他是写凌飞经 他说赵文敏 赵孟甫 试文敏 就是词后文敏 文官 一般的都用文字 所以文敏 什么什么 文忠等等 这些都加一个文字 试后文敏 其实呢 董奇昌 也后来叫文敏 董文敏 所以赵文敏 董文敏 弄清楚了文敏究竟是谁 那么董奇昌评价说 赵孟甫啊 说他八体竞争 小凯幽经 说赵孟甫 八体都好 小凯 被最好 而小凯呢 终生临终少经 就写凌飞经 仅时得三四尔 他说他远不及 人凌飞经 写那么好 当然这有点 那个匾 但是他总是承认 他是写凌飞经的 只不过呢 人家凌飞经的时程 赵孟甫得走三四成 得走三四成 就成了元代的第一大书法家 但是就说他小凯写那么好 是写的是临飞经 大字呢 是写黎北海 小凯呢 写临飞经 到了他的草书呢 明显就是二王 这个体系 虽然他整体的体系 他是啊 这个汪熙之 这个体系 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到 他有临飞经 黎北海 多种面目出现 而有一定的差异 这个差异呢 我们还认为 赵孟甫整体上来说 应该还是照体 但是比王熙之 这方面就明显看出 王熙之怎么变 都是自己 对 而赵孟甫 这些书体的变化当中 却明显一露出前人的 某一家 某一派的风格 这是一个典型人物 到了这个明代的 文征明 就更明显了 文征明的楷书 大字楷书 就写欧阳许 我见过他一些个欧阳许 而且领过他 这九成功的 林某九成功 些墨迹 那小的时候 但是 那个九成功写得 非常之好 很好很好 但是到了小凯呢 就不完全是欧阳许 欧阳许小凯不是那个样的 但是他那小凯 在当中 又有二王的东西 也有一些林飞经的东西 还有些他人写经的东西 当然又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明显区别于大字 这是文征明 到了新草书这方面 就是新草 一直到草书 他基本是二王的体系的 当然也有他个人风格 但是看得出来 他明明是在学二王的体系 奇怪的是 他单写新书的时候 就百分之百的就写荒庭坚 而且极可乱真 大家知道 二王的行草书 和荒庭坚的行草书 差异非常之大 但是文征明呢 写的 纯行草书的时候呢 就是二王体系 纯行书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完全是写荒庭坚 而写的 非常乱真 有些人就拿来 你看这是 黄庭坚写的 还是这个 文征明写的 有时候就是 你不注意看 就让你能够认错了 写的那么好 所以风格上 完全不统一了 就差异非常之大 到了清代的这个人 清代的有一位 刘雍 大家经常说的 刘罗国宰相 刘雍 刘雍这个人呢 他的行草书 是他自己风格 肉肉糊糊 团团糊糊糊的 写非常可爱 我们村子讨论过 他的这个 自如太极一样 深处鬼没 但是只要让他写楷书 一看就写 写严真卿 所以中楷好 小楷好 一看就是 严真卿这个体系 所以在这些方面 就看到书家的不统一 到后来 很多人更是这样 所以对于这点来说呢 我们就说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 就是前人留下东西太多了 前人留下这些东西 又非常之优秀 对后世的一些学习者们来说 吸引力都非常巨大 我们从这个文学角度 大家看 现在的学者们 有时候很难分清体派 你比如过去 有些人就是 纯属是道家思想 有些人就是这个世家 就是这个佛家 有人就是儒家思想 对 这应该说 儒是道有严格的区别吗 至少说 从这个世 道两家 是个初世的态度 那么儒家 是个入世的态度 这是最简单的分别 就有这么大的差异 可是后来的学者们 他们既有信奉 儒家思想 又同时对于世道两家 又崇拜被制 对 所以呢 你也闹不清 你到底是个儒家 你还是个道家 你还是个世家 没办法划清了 对了 没办法划清了 就是前人留下的优秀东西太多了 我们在继承当中 就在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于是呢 就吃这吃那 古人可能就是 我们吃这个饭 就是包饺子 我明天吃就捞面 可是结果现在呢 就是这一桌菜上之后 什么菜都有 大家都喜欢吃 我们现在学习书法 有时候也是这样 但这个问题 也是无法克服的 就刚才我说的 你一作为学者 你倒是入家思想 还是道家思想 比如说 在这个百家讲摊当中 有一位老师 就说 前面讲了论语 摊了论语 很多很多 非常崇敬空字 这是挺好嘛 对 但是大家知道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先讲完空字 紧接着讲庄子 又说庄子怎么好 怎么好 其实他们的二者之间 是有矛盾的 但是我们的学者 是因为崇拜这两家 所以既称这一方 又称那一方 弄得自己的思想 有时候就混淆在当中 加在这个夹缝当中 书法家也是如此 你学东太多之后 在你画不了的时候 不能成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不能成为自己风格的时候 于是就有这种交错出现 天教授 您刚才也提到了 后世的这个书法家 风格一难统一 那么您在当代 也算是书法名家了 同时呢 也是咱们书法研究生的导师 那么您自己的风格 书法的风格统一吗 说是涉及到我这来了 谈到我自己的书法的时候 我首先说 刚才我说那些话 接着到你问我的时候 咱们化开 化开一个界限 就是我不能和刚才我说到的 什么文正明啊 赵孟福啊 刘雍这些人 相提并论 咱们把这个话题 先分开来谈 就是孤立来谈我自己 我自己本来就谈不到什么风格 因为风格这两个字 它本来是一个褒义的 是个认可的东西 我自己绝对不敢忘谈 我自己有什么风格 就是说我写的这种字的 这种面目也是很多的 我也是在学习古人当中 领了很多的悲怯 所以我写的东西呢 也有人批评我 比如说天津有一位名家 叫孙伯祥 写被悲的这方面 是个高手 他就提到我 他运章你写的字啊 就是楷书 新书 草书啊 不一体化 他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的特别准 我也知道 我写的楷书 新书 草书啊 不一体化 特别到新书这个阶段当中 这个面目更多一些 先谈我的楷书 我的楷书 主要就是写欧阳勋 你说写的至于不太像 那就是我功力上 还没有达到 有人觉得 有人鼓励我说 你写的不太像就好了 写太像了 就没什么意思了 其实在这点 跟我本意上有区别 我自己到现在 我向网友们公开的说 有人说 你写太像就像书奴 写太像就像工匠 我告诉大家 我截止到现在 我认为我 我所不似欧阳之处 便是不佳之处 您太过千了 是真的 我到现在为止说 我哪一点不像欧阳勋 那就是哪一方面的不足 因为我们在学古人前面当中 我看到欧阳勋是完美的 我在人家的框架当中 我不能够吃成 不能够自由 我让人觉得 我就是没有学到位 就是个入贴 出贴的问题 接着到现在 我还没有完全入进去 我谈不到出贴的问题 当然最后 是要自己从贴里走出来 但是我个人现有阶段 还是得学习的一个阶段 这是说 我的字 海书方面 基本就是欧阳勋的这些东西 有时候为了完成作品 完全写欧阳勋 就把自己框住 怕自己显得过于举紧 因此 有时候参加一点 照题的比译 或者是中少经的东西 二王的东西 参加一点 让它放松一点 这样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就更加的相比之下 完满一点 不是完美 是完满一点 就这张作品 让大家看了之后 觉得能过得去 仅此而已 因此说 我的楷书 就基本是欧阳 是属于欧阳这个范围 到了我的新书 就很乱 我新书学过很多人 我学过黄天坚 我学过燕真卿 学过赵孟福 都学过 所以我的新书 有时候写出来之后 就是感到很乱 我把这几种体综合起来 不行吗 我不能有机的结合 我如果这一笔是燕真卿 那一笔是赵孟福 那一笔就是这个 这个潘林稿 再一笔是黄天坚 搁在一起 不伦不类 飞驴飞马 因此呢 我只有当想写 这个黄天坚的风格的时候 我就脑子就想一想 黄天字的这个风格特点 于是我写出字 接近于黄 而也是这样 临不到位 所以看着呢 只有一点点皮毛而已 这个小时候呢 学过潘林稿 受过潘林稿的影响很大 所以写出一些字了之后呢 这个潘林稿书风的这个味道很浓 但是也是在写的之前 脑子想一想 挥一下潘工写字什么风格 自己在写的时候侧重一点 但是呢 我呢更喜爱燕真卿的清草书 所以在清书草书当中 偶然又是他们的风格表现 于是呢 我自己不敢融合 一融合之后就不像个东西 所以在清草书方面 清书侧重于这几家 我呢在这个草书方面 主要是学二王和孙国庭 所以在草书写下的时候 经常是侧重于二王或者孙国庭 我还学过贺之章的 孝经这草书都下过一些功夫 因此呢 我的这个说不上风格 就是面目很杂乱 所以呢 也是因为学前人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学前人东西太多 这又化不了 于是这应山歌林的 一下子东 一下子西 但是这个问题 应该解决 这是应该解决 从这个道理来讲 是应该解决 应该一体化 风格上 或者面目上 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但是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不是你今天坐在屋里头 我就把我自己东西都是这个模样 结果都是丑化的 那又好 也不好 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东西 这是原谅自己 如果就分辨一句的话 就是说 前人留下东西太多 我喜爱东西太多了 没有办法 我终生恐怕也消化不了 我如果能达到赵孟福和温征明的十分之一 我愿足矣 所以如果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骂我是书奴 谢谢大家 对我太奉承 朋友们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 每日一字向大家介绍了一个 善良的善字 我们在这集节目当中呢 顺序地讲一个恶字 就是善恶这两个字 我们先用凯书呢 写下这个字 繁体字的写法 这个字在凯书当中难度是很大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的笔顺和结构特点 就是这样一个恶字 我们讲的这是个繁体的写法 它的麻烦呢 主要是上面这个亚字 这个亚字呢 这个过去有个谜语 叫四面不透风 十字在当中 就打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这个亚字 你看四面不透风 这个都不透风 中间是一个露白的一个十字 四面不透风 十字在当中 神经说的就是这个亚字 那么这个亚字本来就是不好写 我们单写个亚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的特点 这一横不要长 注意笔顺 下边这横是长 但是这个字很有意思 在其他的凯体字当中啊 下边翻是有心字的 就是以心字来收底 这样的字 都是下方宽 上面紧缩着 把心字放宽 是这样一个特点 而多有这个 善恶的恶字呢 中间这横很长 却把心字呢 覆盖在下方 基本上 以这长横 为最突出的一点 而心字呢 又稍稍地收敛一点 不敢跃出这个 长横的左右两端 所以我们写下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再看一遍这个字的形体 比较长 心字呢 不得超过这左右的两端 这个边线 所以写这个恶子的时候 它必须心里很有数 如果你边写边想 是不可以的 我们再写一遍 看大家看 一竖 一树 提前 一竖 一长横 然后下面完成这个新字 是这样的 因此呢 先把亚字写好 再完成这个恶字 就好写多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 是这个零部件不好 你怎么组装起来 它也不会太好得了 一定要把零部件的问题 解决了 彻底解决了 其他安装问题就好办 所以很多人在强调 点话不过关 空摊结构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 任何一个有名的书法家 一个优秀的书法家 他绝对不会说 只是点话好 而结构不好 或者说只是结构好 而点话不好 不会的 他一定是互相的促进 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在练字的人当中 就要注意到 有的时候是侧重在点化方面 有的时候就侧重在 它的集体方面 在学习过程当中 灵贴当中 要注意到 哪个是一个临时的重要点 当然在完成作品的时候 你无暇顾及这些的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在你练习当中 要注意这些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种啊 楷书的一种写法 但是这种写法虽然有 而近乎于俗 我不喜欢这样写 但是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样一种写法 问题呢 也出在上面这个亚子上 他把这个亚子呢 这个 他省事了 他用不着在 这个一横一竖 一横一竖里面写 他直接就给 通下来了 实际上写呢 看来省事 可是给我一种感觉 他有点 流于俗 这字呢 就怕俗 一俗了 这个字觉得就没有味道 所以大家在写这个恶子的时候 尽量不要图省事 还是要把这个 四面 不透风 十字在当中 把这个价子写好 我们最后再演示一遍 这个楷书的写法 稍写大一点 是这样写 好的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行书写起来 这个字 倒是很有趣味的 但是一般呢 对行书没有研究的人 也不认识这个字是恶子 注意看 再看一遍 里边好像写了两个脚丝一样 有一横 挡住去路 然后下面写了一个新字 这就是善恶的恶 这个恶字 有些人就不大熟悉 所以呢 大家应该知道 新书有新书的一个固定的写法 如果在新书当中 你还去这样写 这显然就太笨重了 失去了新书的那种灵动和潇洒 所以在新书当中 断不可以这样写 知道新书的基本写法是这样的 就这样写 再写慢一点 看看新书的过程 还要注意什么呢 新书的新字啊 它比凯书更加夸张 本来的新字就不能写正 有的人说 把新要放正 这是平常做事 做人是需要的 在写字当中 新字不能放正 新的放正 这个字就矮板 死至 所以它往往是右偏写 向右偏写 尤其上方 字形比较小的这个 比如说写思想的思 周一参 思想的思 在写之后 注意到新的到哪来 偏到这边来 这是对的 而且直接写的下方 写正了 这个字就不好看 这是正的 显得死至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新字的时候 尽量往右方倾斜 那么这个鄂字也是这样 尽管这横还比较长 然而仍然是新字在向右方倾斜 我们这样子看得出来 这边富裕是这么多 这边已经探出了框外 这是行书当中 善恶的恶字的一个基本写法 再看一下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草书呢 那一般的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只有学过草书的人 而经于草书的人 才能知道这个字 这是 这就是草书的恶 再写一遍 大家看 点儿 下面一个拐弯 草书的一个新字 这样写的 所以这个 点画出来也有趣味 草书不是你 呼抡 这个 乔书爬在一块上 劈了啪啪啪 轮一顿 觉得自己很过瘾 那别人受不了 所以你要不给别人看 你自己在屋里边 去这样的这个 发泄一下 也无所谓 但是你要拿给别人看 你就对别人是一种不尊重 再看一下这个药子写法 也可以连起来 但基本上 要看出来 上方这是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部分 是三连体的 上中下 三个部分 不要写成这样 就是认为这是 这样 这个过程 这就错了 也不要直接点三个点 一二三 然后这样写 所以要明白 这是几个部分 弄明白它 就把这个字 给拆解出来了 说到草书的时候 我们必须 再重复点 说一下 启公先生的贡献 启公先生 就是因为 看到了 孙国厅书谱当中 有这样一个字 很多人翻译成 这是个恶字 启公先生说不对 这是个铁字 是这个字 铁 我们在每日一题当中 曾经介绍过这个字 在这里不妨再说一下 就大家 一定要知道 孙国厅的字 写到这儿的时候 这是铁字 而不是恶 可是呢 有很多的这个 书法字典 书法词典 也把这样的写法 就纳入到了 这个恶的这个写法当中来 实际上 我们应该说 启公先生的意见 应该保留 这个字这么写不准 所以呢 大家务必不要弄错 这是恶 这是田 因为上面直接写了个 天字的一个形体 尽管呢 田字上面是个妖 但是呢 因为妖子不经常使用 所以在草书当中呢 都统一是这种写法 我们严格的讲 天字的草书写法 应该是写一横 从这个地方差别 这是那个天字 有的人呢 就省点事呢 支架过来 也就可以原谅 应该说 有一个广义上的认可 但是准确的说 应该是从 这一横的里边差别 差在这个地方来 这是天字 而且上面这一横 不能太短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的是念天字 就不可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草书当中 不可遂议 我指的不可遂议 是指的那些 在草书方面 你还没有研究身边 研究透的人 像孙国庭 王羲之 这些人 他们写去草书之后 驾轻就书 非常熟练 尽管他们很随意 但是仍然不识法度 这就是孔子那句话 从心所欲 不余句 那得到高度的熟练的时候 在你学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以随意 因为你一随意 就可能余句 就越出这个规矩 越出这个规矩的时候 那已经就是违法 我们指的 违背了书法之法 因此大家务必在草书当中 保持严肃 宁可欠火 不要过火 我以为你不可以随意 我以为你不可以随意 我以为你会随意